題目是臺灣必須從印度演化差異的研究範疇 然後我們取自臺灣12個縣市共七十一株的成病毒 這個你把百分比拉大一點 現在是75嗎 哦 100嗎 你說12 10 講錯了 沒問題 然後研究12個縣市共七十一株成病毒的區別 然後 應該不能說研究12個縣市 應該是 依據疾管疾病管治局資料裡面 所公佈的臺灣地區12個縣市流行 否則的話人家會認為 你那12個縣市是你刻意失去的 所以 是依據台灣疾病房子所提供的12個縣市 你可以講CDC嗎 CDC吧 CDC 那個是國際通用的 有錄影嗎 現在 有 然後 然後 來 了解重病毒的演化 與突變的分析 然後 我們 研究的 目標 在於說 去證明 去 找出 台灣地區 所 所 演變的 重病毒中 共同的序列 以 利 於 疫苗的 以利 疫苗的 研發 我們首先 用烏木素 統計分析 來 看 來 判別 所有 重病毒裡的 有沒有地域性的差異 所謂地域性的差異 代表說 有些 在大地區 在所有地區的重病裡面 有可能 某一地區會有相同 會有相近的 演變過程 所以我們 利用烏木素 統計分析 來去看這件事情之後 再 將 所得的資料 上傳 透過牌帽 來 建構重病毒的 三維蛋白質結構 以利 生意研究 我們的動機 每年夏末 夏末 夏末 至冬季 的時候 更是成病毒的 經濟 像 好比 一零五年的 最後 最後幾週 由 統計出 為 危險期的 高峰期 然後到 一零六 一零六的 幾週的時候 又降低了 其實 成病毒 五字號 重點到底是 它會號發於 低年齡的 低年齡層的兒童 而且 亦引發其他 併發症 好比說 就會引起 神經上面的問題 我們只要研究於 成病毒的演變 而 生物演化 各類的 所謂區域演化 就是 所有的生物在適應 環境的時候 會 所有的生物在 為了要在環境中生存 所以會有相對應的演化 而 病毒也不意外 雖然它不是成物 所以 它會以 像是 成病毒 它就是屬於 一種變異非常怪的病毒 也就是 上面寫的 因為 它的分子 系列 組成短 而 它的自我組 跟周期性短 所以它在很短的周期內 就會變異 而 變異 也是會造成說 我們 當下的疫苗 無法去 有效預防 病毒的 原因 症病 症病毒 它的 病發症 像這裡有寫 可以 會引發至 神經類像小的麻痺之類的事情 那 這張圖就是 它本身的 病毒本身的 外面的 序列結構 然後 我們這裡取的是 VP1 這個序列 因為這個序列 已經在別天的論文中 證實出 為 症病毒類 症病毒類 最容易導致變異的區段之一 然後 我們呢 核心思想 就是 我們用 序列比對 找出 裡面 變異最低的地方 稱為 保守性區段 而 此區段 變異性最低 所以 所有的症病毒 在變異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這一區段 保留原有的樣子 我們用這一區段 作為疫苗 啊 疫苗的 推薦諸國 疫苗的研發 就是在於說 你要將病毒的毒性減低 而 變異 變異點 變異的地方 變異的序列 就是會造成 生病的原因 所以我們將變異的 變異多的地方去掉 剩下 會保守性區段 OK 好 變異這個地方去掉 對 因為我們要 製作疫苗 好 那 我們有12個縣市的 成定毒 其中最多案例的地方 是在花蓮 我們去 之後再去作品 所以之後發生 出來的長雕塑 我發現說 花蓮縣 的變異多的地方 跟 全縣市變異多的地方很相似 我沒有在講 那張老師 你的本科 可以給他一些問題 我 我 就是用你的直覺 用你的直覺 對 我待會聽他 我待會要稍微去聽一下 就是我們研究流程 首先我們用 我們進行地域性的分析 也就是分辨說 它有沒有在地 地緣上 相近的地方 會有相容許 相似的有變行為 保守性區段 就是我們 用 序列比對 得知說 它變異性這一個地方 然後 我們之後將 保守性區段 我們用序列比對 後的資料 整成體調之後 再上傳到 上傳之後 機能排 然後 建造三滅蛋白 那邊比較多 那邊比較多 我們打菜一下 等一下這組玩的時候 我們拉到那個資訊 因為我本來跟他已經介紹 他們那邊場地都不好 他們場地是大概這邊的四倍 而且 不要寬敞 空間也不要緊 然後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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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進行序列比對 不是中的畫面 然後 上面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符號 然後 像 名字號代表說是 包括是極高的地方 代表說 它的變異性 這樣 極低 所以 呃 然後 呃 呃 呃 長點的符號 代表說 呃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變異的 是 有 比較相對多的 變異性在裡面 而一點 則代表說 它保留疑略低 代表說 極高 比較 更高的 變異性 而空白無標識的地方 代表說 它的幾乎沒有保守性 還是個變異位 更嚴重的 好 好我們 到時候會這樣 那時候 也就是剛剛程式 結論出來的結果 用區域 譬如說出狀毒 譬如說出狀毒 我們也可以得知 呃 舒服得知說 是否有 地域性 地 地原性 的 變異 詐異 這樣 如果你們來這邊 呃 呃 呃 畢竟我們選擇 這個 畢竟我們取得的 病毒劇烈資料 都來自於 臺 臺 所以照理來講 我們是 屬於 所有的 層病毒 租 應該都屬於 高度高層 也就是說 此地區的 層病毒 不一定 應該不會有 自由性上面的 演化差異 而我們依據 這些符號的意思 呃 去定義說 你字號 標示為0 因為它的 寶座性極怪 就是變異 變異性極 所以標示為0 然後依據 為 123 4 然後 空白地方為4 沒有點 所以沒有點跟空白位置 就是 呃 有些序列是不完整 當不完整的時候 我們標示為4 然後 3 就是 有序列 但比對賽是沒有 是空白的地方 就是我們 itself 轉成 把Custle的結果 轉成 itself的 畫面 然後我們透過呢 門檻值公式 取得說 以4個 按基酸去 資源為 一個 序列的前段 所以 我們會將 是 一行的 數值 每4個 4個加起來 抄 到時候會算 用 等一下 你的門檻值公式 我沒有 你的算是 我沒有看到你列進去 你 你 等一下 你是要設置 再用 而且我用門檻子來算的話 算起來 不是 是 3.8 3.8去高斯的話 是 是 繼續 等一下 然後 好 接下來叫體積分析 我沒有 我無無數體積分析 一個方式 來去 算出 他是 否 在 常態 常態 分佈的曲線圖中 屬於 非 隨意性 是 1 0 總共有16個 而 XX有14個 所謂的連層代表說是 像 0 0 這三個0 代表說是一個連床 他再發揮一個 所以 1 2 3 4 5 6 9個 然後 發揮的東西之後 會 症出素質 再經由 常態分佈曲線圖 就是 我們是否 可以證 我們可以證明出 病毒 手舉的常病毒 病毒 有沒有 非 進去拆 好 這是我們 素圖顯示出來的 我老婆常常用的 狀況 紅色 代表的是北部區域 顯藍色 代表的是東部區域 黃色呢 就是中部 紫色就是南部 然後 可以 其實可以有 紫色的 是 所取的病毒 病 不一定會有 所謂區域性的防空 而 我們前面 在目標裡面 有 指標的是 取的病毒 之中 有花蓮縣 有非常多的 諸數 所以我們將會 往這個方向去做探討 說 花蓮縣 本身 進行序列比對之後 它的差異 是否 導致了 我們所有 區的病毒株的 序列比對 這個是一樣的 你這邊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 把 相同 你花蓮縣 這樣子的話 再加 做一個數字 花蓮縣 這樣有35株嗎 這樣算起來 二十幾嗎 二十幾 公共有到35吧 剛好一半 二二 十五 六 八 四 十 十 有啦 35啦 就幾乎一半 17加18 三十五 我們取的 是71株 所以一半以上都是花蓮縣 所以我們將會 往花蓮縣 本身 去理會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 它其中的 包括區段 或者是它變異 多的地方 通常我們在這邊會 會要求去查一下 2016年到底花蓮縣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它的長病毒 比例這麼高 看新聞 網路上Google一下 就是花蓮 花蓮長病毒 那它 如果像 你看 它幾乎佔全台灣的一半 花蓮人口又少 花蓮搞不好 南港內湖加起來的人數 就比花蓮全縣的人還多 結果它在疾病管理局那邊 這是重症的案例 所以重症就是贏到住院裡 叫重症 那既然重症裡面 為什麼它佔全國一半 代表花蓮一定有什麼事件發生 才會導致這個問題 這個在後面結論討論沒有用來 然後就是我們 索取71書 分縣市所標示的 地圖 可以見得 它連線有非常多的案例 這邊是我弄的 我算的 就是說 我假的 因為我 我推論嘛 因為 1的話 因為你 這樣的子胖圖只要高過1的 都算是有問題 對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假想 所以你在前面就是你 子胖圖門檻值的分析 你那個 你那個取四個序列 那個公司 你要把像這樣打出來 最好是還能附 對 就像這樣列式出來 否則 並沒有文件 你說前面嗎 就是那個 取四個那個 但也有文件 取四個 我當初怎麼叫你取四個 沒有 那你三個多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說四個 你三點多是怎麼算出來的 就是用那個 就是用那個 醫生跟第一 對啊 這個也是 其實 其實這個是假設 可是這東西有文件 這些都有文件 這些都有文件 有文件 只是說這些都是假設 這些其實還沒有正式的推理 在醫學界 大反講 現在都只是 都只是在 算是假設 假設 假設 還沒有對不對 還沒有實證醫學的研究 因為 目前科技也無法做到實證醫學 OK 突變嘛 突變只是一個平均的機率 所以 並不能 確定 證明它是一個確定的機率 那 這張時封圖 是 台灣地區成病毒 所有 所有成病毒 所有的 安基層序列 變異序列 變異序列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用Custle 轉成數字之後 就是 數字所表達出來的 就是 長條圖 然後 看到 這些 較 這些 長條比較高的地方 代表說 變異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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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 我們已經有 我們有出 註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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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像我現在 主要發生在 49 85 93 我先這樣一招 你先跳到 附路 附路 那個 安基層序列 拉拉拉 再往下 好 停 看第一個 再把圖形 把比例放在什麼 擺在這200 把放大 好 好 你先不要動 你先從第一柱開始 第一 往上 再往上 好 從 算到第49個字元 GDRV 這樣子算 算49個 是哪一個字 好 假設是G好了 那G的話 那G代表哪一個胺基酸 也就是說 因為總共才 如果以2016年台灣區的那71株長病毒來講 只有12個變異位置 那12個變異位置裡面 我就可以挑出12個胺基酸 除了我這邊不用畫山地圖 我等於是說我那12個胺基酸 我就可以來說 這12個胺基酸 是台灣島內內部的一個 隨機發生的一個變異 那這個 但是這12個隨機變異 都是來自全省的重症患者中 那 當然 有變異是正常的 會變異是正常的 但是 這12個並不影響到 但是這12個 這邊每一個ABCD 那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人體組 就是生物人體組成的一個 所謂的BGMG酸 什麼天門東酸啊 什麼酸 那 它都是組成蛋白質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部分你也要知道 那這些文獻其實都有 只是因為你之前都沒在指 沒有好好看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列出那12個不同的指數 因為不同的胺基酸都會對應到不同的藥 就是有不同的化學合成或是酵素可以來緩解 第一個如果我能控制變異的話 那我就一個藥就可以通殺 但是有時候藥下去還治不好 那就是代表變異 這些變異會使這個藥產生副作用 要不然正常來講我實驗室的藥 實驗室藥下去 這個病應該都好了嗎 老師 是 它沒有痊癒 是代表這個藥物 對 對它的變異後的部分 它沒有 沒有作用 還是產生副作用 醫院老師剛剛說的是產生副作用 應該產生副作用 你先回去繼續講 我是教你怎麼找 好這樣你就可以列出 找出那12個什麼符號了 那12個符號我在 另外再跟你講那什麼 好 好 好 快點 OK 好 可以 其實 可以說是產生副作用 因為基本上其實就像前陣子國小都打流感疫苗 對 那流感疫苗 今天不是說 那個世界衛生組織說猜錯嗎 所以打下去普遍都無效 對還是很多人 那為什麼會無效 就是因為基本上 世界衛生組織目前每一年都會找世界各國 在比方說今年要預測流感疫苗的發展取勢的時候 他們會找一些世界各國研究流感疫苗比較有名的教授 或是研究員 來共同猜 對 他們是一種預測下來的結果 對 那他們預測猜法是什麼 他們可能就是從 比方說從 以流行病學的方法來看 現在 HX還有NX系列的病毒有某些比較多 那這些因為它會有不同的血清源 血清 它會跟什麼生死血比較接近 那 正常來講 我們知道生物的突變或反應都是一代像一代 不會 比方說 今天 這一代生下來會跳到愛戴 中間一定會有 它都已經 逐步變移 逐步變移 那按照它本身的DNA病毒或RNA病毒 DNA跟 通常RNA如果研究來講 是千分之一到萬分之一 千分之一到十萬分之一 就是每一代之間 它的 每一個氨基酸會突變的情況 大概是看物種 病毒 序列越短的 那種就是 特別像 像什麼SARS這種 小的病毒 大概可能就是千分之一 那像到那個 IDIS那種幾十萬分的序列 可能就是大概是十萬分之一 那 但是因為 第一個你要先 這叫所謂的 檢基突變 檢基突變 突變完之後 接下來有可能轉入到氨基酸 的時候 它變好了 本來 本來 突變前是 假設是A A轉成B 可是你今天在 轉入的過程中 轉到氨基酸的時候 因為它是所謂的 這叫數學上 多值對應 它有三四種可能的 對應的結果 就是華森跟克里克他們 當初研究那個密碼表 你們應該稱呼 有原因嗎 其實沒有 因為我 我是 剛才提那個問題是說 因為 它 產生副作用 代表它產生了另外一種 新的病症 對 有可能 但是如果說 像這一次的 公費流感疫苗 打下去 它沒有效 預估錯誤 那是代表說 有新的病毒 沒有被評估到 以至於 這個疫苗 對 對心病 因為沒有評估到 所以它沒有辦法 產生完全的作用 我覺得 沒有產生 沒有產生作用 跟發生副作用 是兩件事 我覺得這個要很小心 沒錯 你講說 因為猜錯 猜錯的人就是說 你今天 你的保護就是不全面 對 你今天猜錯 就代表你這個要打下去 都無效 而且你無效就算了 你還有可能引發副作用 那這一次的副作用是什麼 這次主要是猜錯 所以是無效 對 所以我覺得 那早期像SARS 為什麼會 SARS那時候 就是已經突變 但是SARS跟原本的流感 它還是A流 為什麼SARS會那麼嚴重 因為原本SARS其實 按照當初的研究來講 它是在 它是情跟豬 那種 在家情跟家素之間流行的病毒 對 而且它其實 它突變之後 它還有第二次的突變 所以當時才會有 叫做超級感 代原者 這種情況就跟那個所謂的 我之前那兩個學子 他們研究那個所謂的 登革熱 其實登革熱的情況 跟那個什麼 芝卡 也是一樣 它都是黃熱病毒 都是同結構的 那登革熱 從紀錄上來講 明朝就有 那芝卡呢 芝卡才從 有文獻紀錄 是四十幾年前在非洲 那你看 如果假設 以蚊子的生命週期 它可能一兩個禮拜 它就已經差不多 可是 記住喔 那這個 那假設 它一個定應毒 在蚊子裡面 它可能 在一隻蚊子的生命週期中 它已經代謝了十幾代出來 對 有可能 那代謝十幾代出來 不然就是說 一年下來 可能它演化幾代 可能已經上幾百 一百代 理論上一百代以上 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這樣子 假設一百年下來 演化了一萬代 那假設每次都變化一個 氨基酸就好 不用太多 一個不用說 一個核甘酸 那一個核甘酸 等於一萬個核甘酸 一萬次核甘酸 核甘酸 再改變 那在 通常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的細胞 這叫所謂的 我們現在能這樣操控 就是我們叫功能性 這叫做功能性的 組織 那功能性的組織 取緣於功能性的 胺基酸 就是 蛋白 也就是說 核甘酸本身 是沒有功能的 但是他透過 轉入跟轉液的功能 轉成蛋白之後 那蛋白的 某些蛋白子 就是某些氨基酸 是有功能的 這叫做功能性基因 那功能性基因之後 也是部分裡面 可以有外顯的行為 大概我們就算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假設他一萬代 一萬次的 一萬個核甘酸 那假設有 九分之一 我們再把他算嚴謹 八十一分之一好了 就是他的平方倍 換句話說 他有可能一百個 那一百個只要讓原本的 致命性趨亂 就是你以前 醫治登革熱有效的 我只要 因為明朝的時候可能 我明朝不只兩三百 五百零有 那 我以前明朝的中醫 我只要喝什麼特定的中藥 我就會好 因為這些特定的中藥 剛好在抑制 就像剛才你在腹部裡面 的某幾個位置 的胺基酸 但是因為經過這樣子所謂的 這叫所謂的基因飄移 它迅速的過去 你 沒錯 你這個喝過 這個藥真的是 剛好扛入我那幾個位置 讓我無法作用 那 所有的病毒都是一樣 他 他沒辦法自己 增生跟腹部 他一定是意愛忌主 你只要 甚至這些不見的是 這些藥不見的是 殺病毒 而是控制宿主 無法讓他攻擊養恨 那他無法進行增生跟腹部 他就死定了 對 所以 我們這邊提出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去想辦法設計一個機構 然後來找出他的便利 那 後端的就是在 臨床醫學跟實生醫學的部分 就是在 按照 比方說 我們剛才列出那12個核酸 他提出來跟其他的 其他的 等於說現有的文獻 因為這種基本東西都有藥 只是說這個藥為什麼 會 就是說 可能 不見得那麼有效 或許他是有效 有效就代表可能 他還是能 keep到某幾個胺基酸 就是 我們講化學 化學關係 他還是keep到 如果完全有效就是 你要吃了 今天吃了隔天就好 那就是真的 就是完全 你剛好一天之後 消化代謝之後 代謝完之後 你的藥效馬上發揮 然後直接把那些 理論上把那些病毒啊 跟你這個宿主所結合的地方 大概都已經 有一定的程度的 的阻斷 但是如果部分阻斷 你可能就還會痛苦幾天 等你本身 人體內在 內部的免疫 來把這個部署部分 來再補足 如果完全都沒有 就是你會不舒服 就是說 你的內部的免疫 已經在跟他作戰了 但是 始終 還是來不及他本身的 不斷的真正跟複製 所以是一直在打算 所以 我 因為我 這部分是 這部分是我 我在 我之前的那個 我之前也 研究領域都要做的東西 好 所以主要是在做 如何在做配備 也是算是一種預測 所以我們看到 台灣省 這個省市裡的 исx2 红病毒 暗基酸序列的變異區 那 大家也看到 這是花蓮縣 花蓮縣 帶你去 做序域比對出來的 暗基酸序列的變異區 那跟 上屆去比,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這裡有12個變異區段 而這裡7個已經超過全縣市的變異區段的半數了 這邊到時候還是要再討論 花蓮才占35也占一半 可是它內部的邊緣又會這樣 所以也有可能因為它地理位置近 然後花蓮其實居住的地方都是固定那幾個什麼 花蓮火車站附近啊 那既然如此 它蚊子本身有沒有可能類似近親凡子的關係 喔 容易突變 因為近親凡子 所以它突變的頻率更快 我是覺得花蓮縣這個地方 它還要去針對市區跟部落 因為它的病例數多 然後它在這邊也有病毒株相關的資料 那35種病毒株 但是今天它到底是市區的病例多數 還是部落 因為他們各個部落 他們在吃的東西 如果因為那邊我記得比較多 盧凱族還是台灣族 但是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比較靠市區 它可能就會比較少吃飛鼠 那比較往山上的 它可能就會吃比較多 那種蛇啊 飛鼠 所以我覺得可能真的花蓮寺 你還要再去做區域性的關係 這個有可能 因為就像人家講 芝卡 芝卡是來自非洲土著吃黑猩猩 然後因為吃黑猩猩 你要殺它嗎 導致它血液感染 所以張老師 你這樣推測是有可能的 然後導致它病毒又突變 花蓮的地區 你的病例來源 真的還要再做區域性的分析 那你就要看那個原本 他除了縣市之外 他還有鄉鎮嗎 對 因為他有35個 其實應該是可以找住他鄉鎮 因為大概花蓮可以住的 那幾個鄉鎮 應該五六五五 好 那這下面是 烏木無數分析的病毒公司 所算出來的數據 然後我們有 這樣的數據可以得到 就是說 常常是告訴你們 這三十多株的 在花蓮線的層病毒公司 不要猜一點位子 在1985 1993 這些的VPY 還是基金資源的位子上 然後等一下 我是覺得 我要懷疑你有沒有 公司應該是美國有的錯 是你有沒有帶錯 理論上應該 其實以280幾個只有12個邊緣 其實基本上他幾乎等於是沒有變異 那沒有變異的話 但是 但是這個變異 因為我們 所以可能還要再多做一件事 因為我現在只做 這個變異是不是隨機發生的 那現在證明是隨機發生的 那可能還要再用統計方法來證明 是不是 這個變異是有沒有顯著的 如果沒有顯著的話 這雖然是發生12株變異 可是他有沒有變異 他視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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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為沒有變異 沒有 但是那等後面 因為先把 你現在就是跑3D土 為什麼 因為先把日本的東西做出來再做 因為那個比較快 但是這部分其實丟青培跟中專業就夠了 你聽得懂嗎 嗯 我說這樣子討論 喔 盡量跟 沒有 因為 這個深度 這一定有一定的深度了 我知道 因為我沒有生物背景 我也是沒有 我也是有數學背景 我只有高一修過生物課 之後就沒有碰過生物 而且高一生物也知道怎麼過了 好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後續會 呃 會再去增加說 從 台灣十二個縣市裡的 從定屬株的3D土 然後 將 這些邊一點的位置 交織在3D土上 然後 會是一樣的 我是先大概幫你弄一下 但是 這應該還可以再寫 是 是 有家上班幫忙了嗎 是 是 是 剛好是有什麼 幫忙在平衡嗎 你麻糬可以借一下 就是 你剛才在這個地方 你平衍了滿多的時間嗎 對 因為 我們整體的 大概的東西 我們今天只是一個 初步的 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進到要做PPT的階段 對不對 還是說應該 這個時候也可以做PPT 其實也是可以做 但是 因為我們是希望他 看每一組 其實如果假設你有帶國中生 其實你可以讓國中生過來 有時候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又有國中生 會來練習講 然後 讓不同的老師 給一些修正的一些監驗方法 他們到最後 因為這個是書面的說明書 配看板 還是他們要有一些口頭報告PPT 大部分都是用海報 但是會另外準備講稿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會有 像學術發表這樣用PPT報告的經驗 的狀況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練習的話 看他們現在手頭上哪個資訊完整 就可以了 其實我會建議任何的報告 還是要準備給你